近日有岛内渔民出海作业时 突然在台湾海峡海域 拍到一艘1.1万吨的大家伙 岛内专家猜测 这艘万吨大黑鱼 应该是解放军的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只不过 本应该在大洋中驰骋的解放军战略核潜艇 这次为何会现身在台湾海峡中呢 这引起了岛内的关注和热议 大家好 我是石家月 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关于九云军战略核潜艇 为何会现身海峡 另一些人很疑惑 而且潜艇被岛内渔民拍到的时 还是处于上浮的状态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毕竟只要是外出执行任务的潜艇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一般来说 都会长时间保持在水下航行 不会轻易上浮 所以关于这艘潜艇现身海峡 而且还是浮上水面航行 岛内对此做出的猜测也是天马星空 有的说解放军战略核潜艇 是故意经过台湾海峡并上浮 从而向岛内发出战略威慑的信号 还有的说是解放军的潜艇遭遇故障 不得不上浮 并在随后赶到的一艘解放军水面舰艇的护航下 才快速驶出了海峡并进入东海 关于解放军潜艇现身海峡的事件 岛内防务部门在6月18日也进行了证实 并声称台军利用相关的侦测手段 对这艘潜艇在海峡内的动态已有所掌握 岛内民众大可不必惊慌 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有岛内退役的海军军官经过一番分析称 当时这艘解放军潜艇可能是从海南岛的潜艇基地取航 并打算北上驶往北海方向部署 或进行其他作业 而这一过程中 这艘潜艇之所以选择通航台湾海峡 而不是经台岛东侧海域通行 恐怕是有意规避美日等国的声纳探测系统 这名前台军的军官还表示 美国在南海及其周边举行的勇敢顿军演 6月18日还没有正式结束 如果解放军的潜艇经巴士海峡 往台岛东侧海域通行 必然会遭到美日等国海空装备的追踪和侦测 到时候该潜艇的声文资料则会被美日成功测录并分析 这将成为美日未来继续征获中国潜艇的有力资料 尽管岛内一些人士对解放军潜艇现身海峡的分析多种多样 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我们认为啊 关于094战略核潜艇途径海峡通航的事件 可能啊 并没有这么复杂 也许啊 解放军潜艇只是想超进道 单纯选择途径台湾海峡这条最短的路程通航而已 毕竟啊 如果解放军想要威慑岛内 最应该是用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常规潜艇 而这次现身海峡并被猜测为094型战略核潜艇的这个大家伙 主要承担的使命是战略核威慑和水下核打击 这类型的潜艇主要搭载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往往用来威慑的是大洋别岸的外部势力 所以啊就算解放军想威慑岛内 也没有必要在对近在咫尺的台岛动用战略核潜艇 毕竟杀鸡烟用攒牛刀 而岛内人士声称这艘潜艇是出现故障 所以才被迫上浮航行 并在随后赶到的一艘解放军水面舰艇的半航下才离开 实际上我们对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太认同的 解放军潜艇这次在海峡中出现故障的说法 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如果潜艇真的出现故障 那么解放军必将启动原潜预案 而就算是最低级别的这个预案 那也会派出各式各样的舰机前往援救和应对 所以啊如果解放军潜艇真的出现故障 就不可能在仅仅一艘水面舰艇的半航下 就敢继续航行 因此啊我们认为岛内一些人和西方媒体 对解放军战略核潜艇献身海峡 显然是过度解读了 在我们看来啊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即解放军潜艇只是为了超进路节省时间罢了 当然有意避开巴士海峡通航台岛东侧海域 从而避免被美日侦测 这的确也是有可能导致解放军潜艇通航海峡的原因之一 正因如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啊 随着解放军常态化对台战备巡航 以及举行多次围倒军演后啊 可能已经让一些势力几乎草木皆兵了 无论解放军在沿海出现任何的动作 都有可能会被相关势力过度解读 甚至还会炒作解放军威胁论 当然这也是一些势力自讨苦吃 比如针对台岛问题 祖国大陆频繁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这个诚意 但至今都没有被岛内当局啊 正视 既然如此 如果岛内顽固势力打算一条道走到黑 就有必要做好被解放军痛击的准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和转发 打赏和转发 打赏和转发